大家好,我是阿邦,我本來的影片,我是阿邦 節目在,節目在,節目在,節目在 這個國家的名字最近在台灣的熱搜上面呢 成為了一個最火紅的國外名字 起初我並不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國外 詐騙、擄人的案件呢,能夠延燒多久 那沒想到呢,在台灣媒體的渲染 以及網友的討論之下 它已經有點走向,有點小扭曲的狀態 那我覺得,也許是應該說一點點什麼 我不知道我說的東西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但是,你作為一個節目在人 我想是長期在講越南的東西 是應該要說一點節目在的事物 哈囉大家,我是阿邦,我是一個節目在人 但是呢,其實我並沒有大量 或者是長時間的生活在柬埔寨 甚至呢,我在越南生活的時間 以及我往返越南的時間呢 還比柬埔寨還要多 我最後一次去柬埔寨的時間大概是2019年 更正是2016年 也就是說就是6年前了 但是因為我在柬埔寨也有生活過好一段時間 到目前為止呢,我還是有親人在那邊 所以有很多的真實的想法 感受以及經驗 也許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我想說 也許大部分還不了解這個國家 你一直是簡單聽過的人 你會想要知道說 柬埔寨究竟是個怎麼樣子的國家 我看到有近期台灣的媒體 而是說柬埔寨是一個軍政府國家 這其實是 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他也許可以勉強說是 但正確來講 柬埔寨的體制是軍屬立憲國 這樣好聽一點就是跟日本、英國是一樣的體制 但是呢,柬埔寨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每一次的選舉呢 基本上是只是一個大型的 全國一起表演的一個秀 那節目再來的現任總理洪森呢 那從1993年 當總理呢,就當到了現在 下一次換別的總理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洪森商領以後的事情了吧 洪森呢,在節目之下他是五星上將 所以他其實算是握有軍權的一個官員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用軍隊治國呢 按照這樣子的說法 他其實算是軍隊治國的一個 軍隊掌權的國家 那是可以算是 但是以體制來講他不是 那阿萬我呢,比較幸運一點 我媽是外科醫師 所以其實我從小呢 就是在一個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交際的人物 都是醫生軍警的頭頭 跟一些官員 所以我小時候並不覺得柬埔寨 是一個困難生活的地方 當然呢,我也有到家道中落 然後在平民窟生活過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過渡期了 這個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陳慾望 然後進週刊 那你就可以看到相關的報導 我們今天就不模糊這個焦點 那其實當時我覺得在節目在生活 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 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快樂也是比較出來的 所以來到台灣之後 綜合了台灣的生活 當然還有一些在越南的生活經驗之後 才慢慢的把節目在的這個形狀的塑造出來 他是一個怎麼樣子 我們可以說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 這是一個確實的事情 根據我媽的分享 他曾經就是在喝咖啡的時候 就親眼看到他隔壁桌的那個有錢人 把車停在路邊 然後就被刮花 就被那個撿破爛的一個老人刮花 他當場就把那個人給打死了 而且他沒事 在節目在每天 其實我們在報紙上面看到的新聞 很多都是什麼破獲毒犯 破獲犯毒集團 殺人犯被抓拿 或者是今天又在哪裡發現有棄屍 當然這個事件是在20年前了嘛 就是我來台灣之前 所以 嗯 柬埔寨的氣勢 當時的氣勢 就是他通常都是一般的凶殺案 然後就是塞著行李箱啦 分屍啊 然後 各種的就是 焚燒還是什麼樣子的 我不知道講太多會不會被YouTube禁了 反正這樣子的一個案件呢 對我們來講其實還蠻麻木 就是好像 嗯 每天就是很常見的一個社會案件 但通常如果事不關己 我們其實不會去特別去想說 那個跟我們是有什麼關聯的 所以也不會造成一種社會恐慌 或者是覺得說 生活在這個國家是害怕的事情 所以總體而言 其實柬埔寨的治安相對的當然就沒有那麼好 20年前的柬埔寨 不要說柬埔寨 20年前的台灣 街道的那個攝影機也沒有很多 所以在幾 幾十年前你要是犯罪的話 其實你膽子還會比較大 因為你覺得被抓到的機率還沒那麼高 那更何況呢 監獻的這個見識能力其實可能也不強 所以搞不好如果你就是透過一些管道前塞一塞 基本上可能就沒事了吧 回到我們這個話題 為什麼詐騙集團首選是柬埔寨呢 根據我個人的一個判斷吧 我覺得啦 首先柬埔寨的基礎建設算是OK 這是水電 然後網路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尤其是一些熱鬧的地區 供電應該是算穩定 所以你從中國來到柬埔寨 在一個落差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在生活條件上相對是比較OK 而且柬埔寨的華人也比較集中 不是說越南沒有華人 或者是其他地方沒有華人 但是柬埔寨的華人呢 相對集中在一些地區 所以你過去的時候你要找華人 要在華人圈裡面生存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而且柬埔寨其實是大量接受中國資源的一個國家 你到金邊的機場你是可以看到中文的標示的 然後像柬埔寨的鑽石島 它是一個人工填河 填那個湄公河填出來的一個島 上面的路標甚至就只有中文字 很扯 那那些城堡上都是中國的廠商 可以看得出來柬埔寨是這些中國人 把國內的資金往外轉的一個最好的一個中繼站吧 因為你要說它的鄰國越南其實基礎建設就比較好很多 而且越南金援的對象 應該接受金援的對象通常都是其他的 就是日韓那些國家 所以中國比較沒有立足點 而且越南跟中國的敵對狀態會比較明顯 那柬埔寨從蝦弩國網就非常的親中 在接受中國的資源上會比較沒有避諱 而中國對柬埔寨呢 所謂的軍售常常也都是你買蔥送牛肉的狀態 所以對於一個開發中 而且又是偏窮的國家來講 這完全就是大理 也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中國人去到柬埔寨呢 幾乎是成為一個首選 那第二個首選的原因呢 當然就是因為柬埔寨的警察 貪腐情況非常的嚴重 這不只是警察 應該說這個國家本來就窮 所以它的公務人員也不會有太多的薪水 所以它的公務體系就成為一個說 有錢就很好推動 沒錢呢 它就像是沒有潤滑油的機械一樣 它可能還是會運作 但是它運作的非常的不順 申請什麼文件都可能等了好幾天 每次幫我媽就去那個 例如說去護鎮 然後再去公所 去幹嘛幹嘛 一天下來 然後我們就 已經完成了 因為我們 它那個時代就習慣在 不管是越南或節目在 辦了一個東西 基本上沒有一個月是辦不好的 但有可能 今天我要去重辦節目在的身份證之類的 然後跟你說 今天那個拍照的沒來 我聽過最扯的一個理由是 他老婆不讓他上班 真的 不是我在這邊好笑 我真的是聽到 那個拍照的 他老婆不讓他上班 所以他沒辦法拍我 然後 所以沒有辦法幫我辦文件 那最後怎麼辦呢 其實回到一開始 我媽就是外科醫師 他認識的人 都是長官級的 所以 我媽 有打電話給 這一個層級的 再上一個層級的長官 然後我文件就辦好了 那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你要買有權 要買有錢 你沒權 你可以用錢去買權 這本再來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招令戲改 這也是因為鴻聲的關係 那可能就是他今天開心 他頒布了這一條法令 他說了算 他就是法令 他就跟你說 國中騎150cc以下的機車呢 不用駕照 所以你就會在櫻埔寨 看到大量的國中生騎機車 他說了算 基本上櫻埔寨的皇室 也不敢對他怎麼樣 權限非常的大 當然就是上兩不正下兩歪 在一些營救的影片裡面 你也有看到 就是說 我們通報櫻埔寨的警方 然後呢 警方居然還打電話給那個詐騙集團 為什麼 因為他收了他的錢嘛 對啊 他收了他的錢 他當然又假裝幫你辦事 你當然也要給他錢 他才幫你辦事 他又收了你的錢 又假裝去幫你把人救出來 然後又假裝救不到 今天就這樣子的一個提系 很大原因就是因為警察的不作為 那 今天這個警方是為什麼會放任 一個詐騙集團 然後這樣子做 其實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 我曾經有打算 就是 在台灣念完書 然後畢業之後呢 就是 回柬埔寨去 買一個 警察的職位來做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警員 是警官 當然不是說你有錢就能買啦 你還要有關係 那我們是有足夠的關係 跟能力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的 當然我人還在這邊 我出生會好一段時間 可以很直接的跟各位分享這件事情 那重點是說 當一個專業是 你只要有錢就可以去 升任的話 那他就是 沒有專業可言 我在柬埔寨的親人裡面 也有軍警相關的背景 我也不敢說我的親戚 就是一股清流 但是相對的 他就比較安分守己 那 其實我們也時常聽到不少的 他的長官 某某某某長官呢 就其實就是 嗯 有很硬的背景 這種事 在柬埔寨 就真的是屢見不鮮 基本上 在不管是越南或柬埔寨 我從來沒有對警察或公安 有感到任何的一絲希望 凡是出事 我們真的是 覺得自己解決就好了 這些要話說回來 節目在是個可怕的地方嗎 我覺得是在人為 你就想台灣其實也有就是 呃 在疫情以前呢 會把那個東南亞的女生都 用觀光的名義把他騙到台灣來 然後就是跟他們說 可以 呃 陪客人喝酒啦 什麼的 然後就 高興嘛 對吧 那結果來到台灣呢 就是逼他們賣淫 然後一天又接非常多的客人 然後沒收他們的護照 然後就控制著他們 這個社會裡面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集團 那你覺得這個國家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 那我相信對那些女生來講 也許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但是台灣仍然是一個非常善良 非常友善 非常美好的一個地方 並不會因為有這群人在這裡 做了這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 呃 就等於說 台灣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可是最近其實我覺得在網路上面有很常出現 就是所謂的 開始言語 你去柬埔寨就是找死啊 而去柬埔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例如什麼 公司老闆要讓大家員工旅遊去柬埔寨 我覺得是這些言論 就是一方面也許你懂 所以你正在搞幽默 那當然另一方面 只能證明你就是一個無知的人 非常的無知 你的旅遊跟所謂的中國詐騙集團來到柬埔寨 把台灣人騙過去這件事情 認真講是兩碼子的事情 所以柬埔寨並沒有所謂的 我去了柬埔寨 然後我就會跟這些去打工的人 是一樣的下場 為什麼會有一樣的下場 你的腦子還能轉動嗎 那有人可能會問我說 那會不會被偷 會不會被搶 我只能跟你說 就算在歐洲 你也有可能會被爬手 爬走你的皮包 然後有可能會被搶劫 我只要到東南亞國家去 不論是印尼、越南 尤其是在越南 我在路上看手機 我是這樣子拿的 就是說我的手呢 是扣著這個手機的上方 然後就是朝著我自己這樣子的方向 然後這樣看手機 如果我有我的同伴的話 我一定會叫他站在我正對面 為什麼 因為我的前同事呢 就是這樣子在路邊 查了他的Google 然後就這樣子 被偷走了 我認識的人 就捐了三台手機 兩台iPhone 一台Samsung 給這些飛車搶劫 在胡志明市的街上 所以說 在東南亞 這種開發中的國家 它的M化社會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 你會看到 有錢人就會非常有錢 那當然 窮的人 為了生活 他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 犯了法又如何 貧窮 比犯法還要可怕 所以我只能勸你說 我講直接一點 倒比台灣落後的地方 旅遊 你本來就應該要有一個 足夠的警戒心在 這是必須的 這不是節目在單獨有的 所以呢 會不會搶 會不會偷 會 嚴不嚴重 不一定 看狀況 但這跟這一次討論的這個事件呢 其實基本上 也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再來 我也覺得大家不用去 特別去 風聲鶴唳 覺得去檢母戰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畢竟 檢母戰還是有很多的台商 有很多正經的商人 在那邊投資 做生意 所以 台幹 就是台灣人到檢母戰去當台幹 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都會有存在的 你只要待遇是合理的 薪資是合理的 我想 其實你不用特別去野餘人家 那什麼情況下 是有可能是被騙了 如果跟各位說 檢母戰的工人 在我2016年問到的是 他的一個月薪水是不到100塊美金 那 就算六年過去了 也許現在已經超過100塊美金了 那換算呢 也不過三四千塊台幣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低薪的國家 如果他想要找一個打字的人 想要找一個客服人員 他只要找柬埔寨人就可以了啊 為什麼他要找你 你說柬埔寨人不會中文啊 你知道嗎 柬埔寨人的觀念裡面就是說 只要我會三種語言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吃香了 第一種就是自己的母語嘛 第二種就是英語 第三種如果你要經商的話 最好是會中文 就是柬埔寨人的 大部分柬埔寨人的一個觀念 所以 其實很多柬埔寨人 是會把中文當作他的第一外語的 或者是他的第二選擇的外語 所以說 要在柬埔寨 找到會中文的柬埔寨人 然後用低薪去聘請他 來幫你做這些事情 太容易了 但是這些詐騙集團 他有的是錢 那他的錢都用在哪裡 他不可能是付給你 他一定是付給警察 付給那些公家機關 那些官員 去疏通 保障他在這邊做這些非法的事情 還有一點 其實我要講直接一點 很多人會說 我在機場看到很多的八九 我必須要這樣子跟這些朋友講 如果你連自己的一個大學都沒有念完 你一個學習的東西 你都沒有耐心去把它弄完了 你有什麼價值可以讓人家 每個月付你 在海外30萬還包含機票 還包含一些食衣住行 如果你是老闆 你在海外開了一個企業 你會用30萬一個月 來聘請像你這樣子的人嗎 光是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 大概你可以先多誠實一下 多思考 你在他們眼中的價值 就是你身上那些器官都非常值錢而已 這件事情本質上 其實它是傷害到了 柬埔寨整個國家的形象 作為柬埔寨人 能做什麼 其實柬埔寨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腐敗的政權 在一個沒有作為的警政體系之下的人民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無能為力 所以說 當大家在嘲笑在言語這個國家 整個國家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這個國家的人民 這個國家的文化 本身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一切勢在人為 那當然其實柬埔寨 並不像泰國這麼會發展觀光業 但是你要到柬埔寨去做一個高級的度假旅行 然後低消費高質量的旅行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 到高級的飯店 有很美的風景 有古蹟有人文 而且其實柬埔寨是一個文化大古國 所以如果是比較熱愛文化的朋友 其實非常適合去那邊去了解 我希望各位能夠理解到說 這個國家的無奈 但是那裡的人民根本 也沒有辦法去改變什麼 但是它對你 其實也沒有什麼傷害 所以如果 你要打算去柬埔寨旅遊的話 只要簽證簽得過去 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好擔心 好啦 如果你是要去做一般正經的工作的話 那 你也沒有什麼好擔心 柬埔寨是一個 不難生存的國家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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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